这首《平凡之路》 按主导的百分比来讲的话 那楚歌是不是有百分百 没有 没有 爷爷就百分之 九十 另外百分之十叫做 楚歌在肩上飞 我拽着点 别飞太远了 如果要打破这个版本 我就想了一下 有没有做一个 开根舞曲的版本 开根舞曲的那种对抗性 它是一种自由意志上的一个对抗 也许能突出虽然在平凡 其实内心依然是有一种 超越平凡的态度 我觉得这想法不错 但是就可能速率上 咱们需要做一点 怎么看怎么调整一下 因为开根舞曲的速度比较快 对 我有一个 其他效果器 我想试试 是不是能够玩进去 它是那种 一直对于音色都很有想象力 我感觉都到同心未免的 那个程度了 在我们私底下微信的交流当中 我都很不好意思地 毕掉了楚歌很多个音色了 还有更非的 我们要不要尝试一点 电子乐party 它都很夸张 对不对 那个范儿我们可能得 往梁龙老师那个范儿 拐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拐成酷 我们做一个动感一点的演出 好不好 你们也动 我就 我都这种乱七八糟的 就玩嘛 我们淡淡一点 真的就 不闹它 好不好 好的 你们俩可以干这个吗 主要唱哪儿 好 好 逛季着玩 是吗 我如果它不是这样的随性 它想象力也不会那么地放飞 我觉得 就音乐人是咋样就是咋样 不用尝试去改变它 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一项 这种平凡之路改成了不平凡之路 是挺挑战的一个想法 会带个人心的那种空间 他们在室里啊 你要走哪位啊位啊 一岁的骄傲者 那也曾是我的模样 非得觉得 我觉得 你要去哪里压力 你也在寻慕着 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穿过山洛大海 也穿过云山热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卓言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冰冠 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毁了我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躲入无边黑暗 想挣扎无法自拔 我曾经想要去哪里 你想要想要越草越幻 绝望着 越渴望着 越苦越笑越平凡着 我曾经穿过山洛大海 也穿过云山热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卓言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冰冠 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愿一个 我曾经想要让你 我曾经愿迫 但是我线爱 マネ 且命 曾吹过的如云染缘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儿 我曾经为了我一切 真像永远的厉害 我曾经坠入无比黑暗 想挣扎无法的思考 我曾逆想想他 想那野草野花 绝望着我真诚 哭也想要担着 我曾经划过山河大海 也冲过山河大海 我曾经问的这个世界 从来没得到答案 我不过想想他 想那野草野花 命令中这是我 为你要走的路啊 我们就有点黑黑的感觉 这音色好特别 他们其实完全做到了 把《平凡之路》 变成了另外一首歌 无论是提速也好 还是变换风格 我都觉得想法和思路 是非常先进和成功的 看过世事变迁之后 很轻松的那种平凡之路 我觉得他们赋予这首歌 另一个生命吧 很自在 很轻松 谢谢他们带来这首《平凡之路》 你们前面还有吹口哨呢 哦 对 吹口上是楚楚老师的idea 对 他说就是要 试着那种很自我 要自我的 要溢出来的那种感觉 吹得不准也没有关系 主要我也吹不准 我记得在第六场闪光音乐节 上半场的部分的时候 文杰跟我们说过 上一首是你来主导 对 这一首是楚歌来主导 是这样吗 对 就是我们俩聊了一个 Techno House 剩下的就楚歌来主导了 这个歌本来是 类型碎片式的一个陈述 我们把那个碎片化的 那个情绪给它去掉 作为一个有点无取性质的 变成一个非常自信 自赏的 洒脱的一个《平凡之路》 既然大家都是平凡又伟大 我们就彼此欣赏 我们就彼此去学习 去向前走 这是大家他们想告诉大家的 希望各位可以感受到 这个版本的《平凡之路》 楚歌啊 您看您来参加这个节目啊 现在在这个网上有很多的讨论 大家都把张楚来参加综艺 当做一个话题 您也很少参加综艺节目 对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第一次全程参加 对 您到目前为止的感受 真实感受如何 我觉得特别好玩 特别好玩 对 因为我特意问了阿岳 问阿信 信哥也是特别感性的人 然后说就说 真的 确实这个 这次这个活动社交 音乐人能够互相 就是开门见山的说话 大家内心 对内心的那种说话 就特别好玩